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就在中国人高高兴兴过春节之际 世界上影响力很大的两个势力 却再度展开了博弈 2月11日去俄罗斯媒体报道 扎哈罗瓦当天外国干涉 俄罗斯内政事实调查委员会会议上说 为遏制俄罗斯在政治、经济、科技、工业等领域的发展 所谓的西方集团 首先是北约对俄采取了制裁、政治挑衅、公开丑化等遏制措施 北约和欧盟公开直接干涉俄内政 试图以刺激俄国内反对派的方式 引起俄罗斯政治局势不稳定 西方媒体则在西方国家政治势力的支持下 利用社交媒体等工具 大规模散布关于俄罗斯的虚假信息 2月14日 根据国内媒体援引俄罗斯卫星社的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节目中公开表示 如果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并影响到俄罗斯的经济 那么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了与欧盟断绝关系 这真的是非常狠的话 断绝关系意味着断绝一切来往 这是破釜沉舟 或者说是鱼死网破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还说 俄罗斯不想隔离于世界 但俄罗斯要做好准备 如果你想要获得和平 就要做好斗争的准备 这段话说得非常悲壮 就是在这个特殊时刻 俄罗斯已经没有了退路 只能选择这种玉石俱焚的做法 尽管俄罗斯把重心更多地放在了欧洲 他们一直在效仿和追赶欧洲 希望得到欧洲的认同 双方甚至在1994年 签订了俄罗斯欧盟伙伴关系合作协定 但是所有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 除文化差异外 俄罗斯的出身一直让欧盟心存芥蒂 尤其是作为苏联解体的一搏继承人 欧美等国在潜意识里 将俄罗斯视为苏联的继续 可以说只要北约存在一天 俄罗斯势必不会被欧盟接纳 作为冷战时期 为对抗华约成立的北约组织 如今来看已经失去了意义 但是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 依旧希望其可以继续运转 而想要北约存续 就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借口 要找一个合适的对手 俄罗斯无疑是最符合条件的 近年来北约在欧洲地区进一步升级 对俄罗斯的军事部署 尤其是不顾俄罗斯的反对 坚决部署反导系统 如果说欧洲的军事部署 是持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 那么经济制裁 对俄罗斯来说 无疑是伏地抽薪 相比军事针对 俄罗斯更怕的是经济制裁 尽管普京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但是俄罗斯的经济 一直没有多大起色 依旧在疲软低迷中徘徊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 俄罗斯的经济相当脆弱 当那时间2月1日 俄罗斯国家统计部门 发布了2020年俄罗斯经济初步统计数据 报告显示 2020年俄罗斯经济下滑3.1% 创下了11年来的最大跌幅 其GDP总值约为1.4万亿美元 甚至低于中国的江苏省和广东省 俄罗斯央行表示 今年新冠疫情对俄罗斯经济的冲击 将持续下去 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会接踵而至 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强硬喊话来看 欧盟试图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 已经触动了其最为敏感的神经 其实对俄欧双方来说 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无疑是最好的出路 冲突一旦发生 没有谁会是赢家 不仅如此 俄罗斯还发生了几件大事 陷入了四面楚歌 一 为了遏制俄罗斯 美国近日与土耳其在黑海 举行了联合军演 这次军演并不简单 美国海军直接派出了 库克号和波特号 两艘神盾驱逐舰 随着美国神盾舰同行的 还有一架P-8A海上巡逻机 要知道 黑海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堪称俄罗斯的后花园 美国与土耳其在那里 大张旗鼓地举行联合军演 其震慑意义不言自明 美国方面还在演习时表示 这次军演的目的是为了 加强北约的不对称优势 再说的直接一点 美国这是要联合北约盟友 把军事力量部署到俄罗斯家门口 面对美国如此直接的挑衅 俄罗斯当即做出了回应 俄方在美土捐演第二天就宣布称 已经派出了图22M3轰炸机 到黑海中立水域上空 执行预先计划的飞行任务 虽然说的是执行飞行任务 但普京的意思必然不止于此 很显然 普京是想借此机会提醒 并监督北约联盟 想要在俄罗斯的后花园 比拼军事实力 普京还没怕过谁 黑海海域附近火药为政农 这是拜登上台后迅速给俄罗斯施加的军事压力 要知道拜登将俄罗斯定位于敌人 接下来的刀光剑影不会少 如果拜登接下来还要连任美国总统的话 那么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和施压会越来越多 因为这就是美国的假想敌 二欧洲议会已经要求停止兴建与俄罗斯合作的北溪二项目 对对俄罗斯的经济打击很大 俄罗斯对这个项目寄予了厚望 而如今功亏一篑 这说明整个欧洲对俄罗斯的态度在发生急转弯 过去无论特朗普怎么施压 德国等欧洲国家都坚持继续兴建北溪二项目 如今欧洲议会要求停止该项目 给俄罗斯发出了危险的信号 俄罗斯面向欧洲的经济出路 已经被堵死 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刻 很显然美国与欧洲又开始结盟 之前的盟友关系被特朗普破坏 而随着拜登的上台 他们的盟友关系又在修复 然后共同联手对付俄罗斯 俄罗斯又被欧洲给卖了 实际上过去很多年 俄罗斯都有一个欧洲梦 总是想融入欧洲 但实际上欧洲一直在排挤俄罗斯 根本不把俄罗斯当作欧洲国家来对待 俄罗斯的真正出路在东方 只有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才能接下来在西方对俄罗斯发动的 经济制裁中度过难关 现在俄罗斯发出不惜与欧洲断绝关系的警告 实际上也是最后的哀嚎 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独立 总幻想获得欧洲国家的支持 这是不切实际的 而且欧洲国家一直想继续肢解俄罗斯 现在的俄罗斯还太大了 欧洲对俄罗斯不放心 美国对俄罗斯不放心 只要俄罗斯一天不倒下 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的暗战就不会结束 俄罗斯看见了这些变化 所以也随之改变了对欧洲的态度 普京一直都明白 短暂的利益无法带来长久的和平 真正能保护俄罗斯的 还是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 和对敌人强硬的态度 所以美土在黑海军演 俄罗斯立即派出轰炸机去巡逻 美国与欧盟联手制裁俄罗斯 俄外长马上横眉冷对 直言要断绝关系 就在这关键时刻 根据俄罗斯驻伊朗大使的消息 目前俄罗斯方面已经确认 中国海军 俄罗斯海军和伊朗海军 将会在本月中旬 也就是二月份中旬左右 在印度洋北部地区 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名义上是三国联合海上反海盗演练 不针对任何国家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就是奔着美国去的 这其实并不是中国 俄罗斯和伊朗的首次 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早在2019年12月份 为了表示对伊朗的支持 中国海军和俄罗斯海军 应伊朗方面的邀请 在北印度洋和阿曼湾国际海域 进行了为期四天的 海上大型联合军事演习 进出中东的石油 有五分之一左右 需要经过阿曼湾的海上航线 中国海军 俄罗斯海军和伊朗海军 在阿曼湾地区的海上联合军演 无疑对当时美国的中东战略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去思考 俄罗斯方面会拉上中国和伊朗 在印度洋地区进行军演 其最大的目的也是在给美国看 毕竟无论从东欧还是远东 亚太一或是中东 美国一直都在想办法压缩俄罗斯的生存空间 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俄罗斯也必须适时地做出反击 而在这个时候 显然中国和伊朗也有反击美国的想法 因此美国最好责重 事实证明 中国与俄罗斯是世界上捍卫和平 确保多边主义实现和反对霸权主义的重要力量 今后 中俄以及其他爱好和平 富有国际正义感的国家团结协作 和平协调立场行动 一定还会为世界和平和制止 赤强凌弱 弱柔强食的丛林行为 发挥重要行动 事实上 中国已经很多次在这里 执行联合国护航行动 和与友好国家开展演习等行动 俄罗斯军队当然也是这里的常客 那么中国 俄罗斯 伊朗等国常态化在海湾地区联合存在 共同捍卫地区和平稳定 避免出现地区因为单边霸权 导致的混乱是十分必要的 更是值得全世界共同期待的 总之 2021年的这场中俄一 三国大型海上联合军演 还是有很多看头的 让我们等到二月中旬的时候 看看会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这期后 请留下来 全年 秦若